成高在秦汉时属三川郡位于洛阳以东,一直都是作为洛阳的东部重要关爱,因此历来都是兵家重镇。 而成高战役的开始则是源于汉王刘邦遭遇行阳惨败之后引发的,期间楚汉双方历经数次对于成高的工作战,直到最终楚汉以行阳为界进行构合,才正式宣告了成高战役的结束。 因此,本视频便是以楚汉五次成高工作战作为重点,对成高战役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而探究成高战役对于当时天下局势的重要影响。 第一次成高工作战,按史书中记载,五月汉王初行阳至成高,汉书高帝记,当时是汉三年五月,刘邦从楚军围攻行阳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后,便立刻赶往了成高一带。 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向羽是否在刘邦突围后,就攻占了成高,但是按照之后史书中的另外一条记录,于是中宫守成高而自东击彭运。 汉王引兵被击破中宫副军成高,汉书高帝记,依据这里汉军副军成高的记载,则可以认定在刘邦西陶图中。 成高地区确实已经被向羽军攻下了,因此才有了之后刘邦军重新攻占成高的记载,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刘邦西陶之时,向羽除了留守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行阳外,还另外派出了一支追击刘邦的军队,并乘机攻占了成高。 如此,这就是第一次成高攻夺战的始末,西楚军成功占领成高,而汉军则是全面败退。 同时伴随着汉军在成高的失败,与之相对的就是西楚政权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当此之时的西楚,在霸王项羽的领导下,南面九江,东压齐国,西魄汉军,真可谓是冰封所向,莫敢不从。 而接下来的第二次成高之战,便是西楚由胜转衰的开始。 第二次成高攻夺战,暗史书中的记载,世越,彭越杜衰,与相声,薛弓战下批,破杀薛弓,于使中攻守成高,而自东击彭越。 汉书高地记,如图所示,当时向羽军主力,正在行阳一带乘胜追击时,突然,彭越军南下抵达下批一带,并击败了储军将领,相声和薛弓领导的军队, 冰封直指鹏城,向羽自然知道后方不能有失,于是,便命令麾下大将中攻坐镇成高,而自身则是率领一支主力,向东援助后方。 面对储军主力如此大幅度的调动,此时已经在南洋一带积聚力量多时的刘邦军,遂抓住机会,出席成高,汉王引兵北,击破中攻,赴军成高。 汉书高地记,因为按照史书中的记载,此次刘邦军攻下成高之时,还是在五月,所以,这一次成高攻夺战对于汉军来说,确实是比较轻松的,没用多长时间便攻下了成高。 到此,随着储军中攻部的败亡,第二次成高攻夺战就这样结束,成高地区也重新回到了汉军的手上。 第三次成高攻夺战,六月,予以破走彭越,文汉副军成高,来引民西靶行阳城,生的周科。 汉书高地记,此时已经到了汉三年六月,项羽成功击退彭越军。 然后,听闻汉军收复了成高,遂举大军回师行阳,如上途所示,当时,刘邦军只是收复了成高,而在行阳一带,依然还有一部储军在围攻行阳城。 之后,随着项羽带领的主力回归,为了避免行阳再出问题,于是,项羽便集中主力,先拿下了行阳,并活捉了汉政权的三号领袖玉使大福州科。 接着,项羽就开始大举西进,由此,也就拉开了第三次成高工作战的序幕。 与亨周科并杀聪工,而汝汉王姓最为成高。 汉书高地记,按史书中记载,项羽在杀了汉玉使大福州科之后,便集中大军包围了成高。 这一次的成高攻夺战,也可以说是刘邦和项羽自行阳之战后的再一次正面交锋。 毕竟前两次的成高攻夺战不是刘邦不在,就是项羽不在,再加上之前双方各自赢了一局。 所以这一次差不多就是要分胜负的时候了。 但可惜的就是,刘邦这一次依然没有选择固守待员,而是率先突围。 汉王姓,博与腾公共车出成高玉门,北渡河素晓修武。 汉书高地记,如史书记载,刘邦和腾公夏侯英驾车从成高玉门冲出储君的包围圈。 这里的玉门,按照三家著史记中解释。 集结,徐广曰,项羽济云北门名玉门。 所以这里的玉门就是指的成高北门。 刚好这也符合刘邦接下来的动作。 如图所示,在项羽君大举进犯成高之时,刘邦由成高北门而逃,接着北渡黄河抵达休无疑待。 关于刘邦为什么要出逃,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而言之,随着刘邦的出走,成高自然是无法坚守下去了。 理由很简单,刘邦作为最高军事统帅都无法以身作则,所以也就很难要求他的部将们死守了。 于是,史书中就记载了这样的内容,诸将稍稍得出成高,从汉王,始继项羽本继,在刘邦逃走后,项羽君遂对成高展开了非常猛烈的进攻。 然后,留守成高的汉军诸将无奈之下,便也纷纷开始突围。 随后不久,储君便成功攻占成高,储碎拔成高,始继项羽本继,到此,第三次成高攻卓战也就结束了。 储君再次攻占成高,不过,这里还要多说的一点就是,之后,项羽还曾想过继续西进,项羽欲西,汉使兵具之拱,另其不得西。 史记项羽本继,如图所示,项羽率军攻下成高后,意图继续西进,然后再抵达拱线一带,由于遭到了汉军的奋力反击,所以,导致储君最终还是停滞在了成高一带。 关于此次抵挡住项羽攻势的这支汉军别部,目前,史书中对于这支军队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记载,在按照此时的刘邦是向北逃去了。 所以,此次指挥拱线防御战的人肯定不是刘邦,但到底是谁,目前还没有定论,也无法探究了。 但是,如果按照之前刘邦曾让英部收兵至成高的记载,则合理推断,此次拱线防御战的汉军方面主将,应该就是曾经勇冠诸侯的九江王英部。 毕竟就当时汉军麾下诸将的实际情况而言,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挡住项羽冰封的将领确实不多,再加上英部在战后被刘邦那般封伤,如若完全没有战功,也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英部,另外,其他将领应该也是协助了英部,例如汉军大将利商,周伯,樊快等人,此时应该都在这一区域,只是因为他们不是最高指挥将领,所以史书中便没有记载这一笔。 第四次成高宫夺战,第三次成高宫夺战是结束于汉三年七月左右,又因为刘邦向北而去,所以之后的几个月里, 储君基本就是牢牢地稳定在成高一线,而第四次成高宫夺战则是发生于汉三年九月,九月与魏海春侯大司马曹旧约,谨守成高,及汉王玉挑战,慎物宇战,勿令得冬而已,我十五日必定良帝,副总将军,与隐兵东机彭玉,汉书高地纪,这一次其实是和第二次成高宫夺战相差不多, 都是因为彭月大举进攻楚国腹地,导致项羽只能回元,如图所示,项羽只得令楚军中仅次于自己的大司马曹旧,亲自坐镇成高,然后自己则率部回元腹地。 另外,在从项羽嘱咐曹旧不可主动出战的记载中,也能看出项羽确实是害怕重蹈第二次成高宫夺战的结果,但可惜的就是,项羽的害怕终究还是成为了现实。 十月,汉国树挑成高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旧怒,步兵似水,士族伴动,汉籍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祸禄,汉书高地纪,如图所示,趁着项羽离开,刘邦军便立刻发动了对于成高的进攻。 一开始,楚军曹旧部确实是准备死守成高,但在汉军的挑衅之下,曹旧终究还是没有忍住,率军出战了。 于是在曹旧渡河之时,汉军突然发起进攻,导致楚军大败,随后汉军便趁时攻下了成高。 很显然,此次成高宫夺战几乎就是第二次成高宫夺战的翻版,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自此,历经四次成高宫夺战,楚汉双方最终还是回到了起点,也就是刘邦失去行阳之后的局面。 虽然之后的汉军在拿下成高之后,也试图一举拿下行阳,但因为楚军忠离灭部的死守,再加上项羽的归来。 因此,汉军和楚军最终还是相持在了行阳一带。 当世时,相王在虽阳,文海春侯军拜,则引兵桓,汉军方为中临位行阳都,相王至汉军卫处,进走先祖。 史记相宇本纪如图所示,汉军和楚军就对峙在了行阳一席,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上。 第五次成高宫夺战,之后的一年里,楚汉双方就基本稳固在成高至行阳一席,不过总的来说,这也算是第五次成高宫夺战,但可惜之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最终,则在汉四年八月,楚汉双方顺利达成和谈。 八月,汉复使侯宫说语,语南语汉曰,东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汉书高地纪。 当时,楚汉双方是以鸿沟为晋,西为汉,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君皆称万岁,乃封侯宫为平国君,于解而东归。 汉书高地纪,汉四年九月,楚军放回刘太公和吕后,项羽则开始全面撤军。 虽然之后,汉军违背了约定,对楚军再一次发起突袭,但之后的战争便和陈高无关了。 因此,本视频关于楚汉陈高之战的讲述就到这里。 总结,从汉三年五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汉四年八月,楚汉双方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于陈高地区展开了五次工作战。 真可谓是惨烈无比,仅仅是西楚高级将领,就战死了两位。 其中有一位,还是仅次于项羽的西楚军方二号人物,大司马曹旧。 至于汉军这边,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想来应该也是不会太少的。 而将军的损失都这么大,可想而知,双方下层军事的损失会有多大? 但即使如此,双方依旧是没有决出胜负,最终也只能以和谈为由,结束了这场绞肉机班的陈高战役。 不过,所谓的没有决出胜负,也只是没有决出项羽和刘邦的胜负。 事实上,陈高战役对于汉军而言最大的战果就是, 以刘邦为首的汉军将以项羽为首的储君主力牢牢地钉死在了陈高一带, 导致项羽纵然拥有局部战场几乎无敌的作战能力。 也最终只能是在顾此失彼的状态下,与汉军打了一个平手, 再加上汉军在其他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比如大将军韩信在位, 赵、燕、其四国的胜利和太尉卢丸在西楚腹地的大规模破坏, 都让项羽落了个不败而败的结局,之后又随着项羽的主动退让, 从而使得汉军彻底抓住了战略主动权,由此便是最后汉军的全面胜利了。 但归根到底,西楚的失败还是源于项羽在成高战役中的错误战略决策, 白白浪费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因此长达一年多的成高战役,确实是成为了楚汉战争的转折点。